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宇航空飞机上旅客们无奈等待 有旅客反映新宇JX-742曼谷飞往台北航班 原定下午2点5时出发 在check in时被告知延迟 一度延迟到6点10分才登机 上飞机后又被告知无法起飞 一路的等到晚间8点都还没飞 也不能下飞机 一起来听机上访问 我们的机会状况也处理完毕了 目前正在做重新加油的动作 好我们可以听到机长是说明 准备飞回台北 机会航空也回应是因为前段JX-741 在台北出发时机物问题掩误 所以加派组员上机 也导致JX-742搬机后推 组员担心超时一律 未求谨慎才会返回登机门 稍早搬机已经在当地时间9点13分起飞 预估台湾时间5号凌晨1点06分抵达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